排排坐好 最近会选研究手中的纸张 到底该怎么折 才能折出这可爱的灯笼 一旁还能体验写书法 这是在德国乌破塔尔登场的台湾日 现场大排长龙 除了书法灯笼 更吸睛的是这个 终于等到这杯珍珠奶茶 除了体验活动 现场有不少表演团体 有的唱起台湾歌曲 有的展现武术 满满都是台湾味 2022欧洲十项全能绿建筑大赛 来自台湾阳明交通大学的团队 夺得绿建筑奖第一名殊荣 总统副总统也特别颁发感谢状 不过要抢下这样的奖项 不只是要展现高超的专业实力 更是克服了种种难关 我们遇到了这个非常极端的气候 在这个地方下了暴雨 然后冰暴 让我们整个工程的进步 严重落后 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 把我身后的这栋房子 One house for all 给建立起来 历经天后 疫情双重打击 台湾团队还是一路坚持到最后 不只让世界认识台湾 更展现台湾在地球绿色永续上 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而生活上你听台湾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